來我們今天來火速開箱剛剛出爐的iPhone 14 Pro Max 那我跟大家是一樣的時間拿到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短時間的心得 那我們就先來看外盒 那這一次iPhone 14 Pro系列的外盒 它又改回白色 那我記得上一代13它是黑色的 那上面有彩色突出的浮雕印刷 側邊有跟手機同色的蘋果Logo 那黑色就是黑色 紫色就是紫色 那我這一次拿到的是紫色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 那這一次同樣只有手機一支 以及Lightning的充電線一條 所以如果你要買充電器的話 記得要買PD30W以上的 那這一次iPhone 14 Pro支援的是20W充電 而Pro Max則是26W充電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外觀 那左邊這一支是iPhone 12 Pro Max 那右邊是iPhone 14 Pro Max 那右邊是iPhone 14 Pro Max 如果你換新機的目的 是為了拿出來炫一下 那你真的一定要賣紫色 別人才會看得出來 那這個紫色說真的是蠻漂亮的 它會隨著光線去轉換它的色彩 那有時候是深灰色 有時候是紫色 那側邊依舊是很容易沾指紋 而且會刮傷的不鏽鋼金屬 那它也是紫色的 那包含這個鏡頭的框也都是紫色的 去年的13我沒有買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沒有什麼改變 想不到隔了兩年 它長的幾乎還是一樣 那鏡頭變得大了一點 那去年的殼今年也不能裝 那還沒有開機 我先來開機一下 然後轉個資料讓我用一下 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以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一次iPhone14 Pro跟Pro Max 這兩款的規格基本相同 那進化的部分是螢幕跟相機 那我們先來看螢幕 這一次最受矚目的動態導 其實是為了遮掩它往下跑的前鏡頭 以及原生感測相機系統 所以為了美感 UI工程師他把原本放在最上面的這個通知列 把它往下挪 讓它變成有動感的小區塊 它就有點像MacBook上面的Touch Bar 讓通知不只是通知 而是浮動的工具列 讓你可以互動 那在螢幕全開的情況下 其實你仔細看就可以發現 它長的還是一個驚嘆號的形狀 那蘋果它用一個黑色的區塊擋住 但是中間有元件 那不能顯示的區域 它還是不能顯示 而且它是軟體常駐永遠的檔在那邊 那這個動態導 目前只有蘋果內建的App可以用 比如說聽音樂 設定時鐘 接電話 或者是地圖 那這些功能 在動態導上面會有變化 那你長按可以看到更多的功能 不過其他的App 目前還沒有辦法相容 它會去直接遮擋你本來應該看到的區域 所以這陣子換機的人 會有一個震動期 然後另外因為你很常按這個地方 所以前鏡頭也很容易有指紋 那你自拍的時候 就每次都要記得擦一下 再來14 Pro 終於推出安卓早就有的AOD功能 也就是螢幕永遠顯示的功能 那這個只要按下螢幕的鎖定 就會秀出通知啊 時間 甚至還有桌布 對於蘋果用戶來說是新功能 但是對於安卓用戶應該就是無感 像我自己就沒有感覺 蘋果說這是14 Pro的專屬功能 A16處理器材人支援 這個我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我手邊每一支安卓 只要是用AMOLED螢幕都可以 那因為iPhone 13 Pro啊 他那時候就推出這個Promotion 自動適應螢幕的更新頻率 他可以支援最低1Hz的更新頻率 那理論上應該13也要支援才對 那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對 有錯大家可以指證一下 那這個螢幕永遠顯示功能 開啟之後就會比較耗電 所以蘋果他利用距離感應器 只要你前鏡頭這邊有遮擋 那手機是往下的 那也就是符合塞進口袋啊 塞進包包的情境 那這個AOD顯示畫面就不會再顯示 那另外再來是螢幕瞬間的亮度啊 他最高提升到2000尼特 那實際拿到陽光下對比一下 你就會有感覺 好講完螢幕再來我們來講相機 相機這一次上面上的規格 是主鏡頭拉到4800萬像素 但是實際上我拿12、13、14 這幾隻手機來拍照對比一下 其實看不太出來差異 因為他預設是用1200萬畫素來拍照 所以真的看不出差異 4800萬畫素的照片必須要手動開啟 那細節就會有明顯的差別 可是缺點就是一張照片就會超過60MB 非常的肥大 所以相機的畫質啊 基本上我覺得一般人來說沒有什麼提升 那夜間的拍照速度 體驗也有變快 再來我們講到拍影片啊 iPhone 14 Pro在拍攝動態影片啊 真的非常穩非常厲害 三顆鏡頭都非常穩 它那個穩的程度幾乎跟運動相機一樣 但是它比運動相機強的地方就是 它三顆鏡頭可以讓你自由的構圖 不會像運動相機那樣只有超廣角 好 這個是我針對iPhone 14 Pro短時間的一些心得 關於硬體升級的部分呢大概就到這邊 那我認真覺得這一次iPhone 14 Pro 我不太推薦你購買 那因為大部分的改變都沒有感覺 相機也是一樣 那動態倒也是大概一週就玩膩的東西 那這一次我只推薦兩種人去購買 第一個是你本來就iPhone 合約剛好到期你要續約 那第二個是你用iPhone 12以前 像我這隻是要給老婆用的 它是隔代換還是會有感覺 但是13升14我覺得是大可不必 如果你看到這裡啊 覺得你還是要充一隻iPhone 14 Pro的話 那你買手機可以去全台最大的 手機連鎖店結聲通信 那我這一隻就是從他們家拿的 那另外啊 手機一隻四五萬當然要給它最好的保護 買完我也是立刻充去模式密碼 去做全機包膜加螢幕保護貼加鏡頭貼 那他們現在已經把iPhone 14系列 全部都準備好了 有康寧玻璃保護貼 藍寶石玻璃保護貼 以及藍寶石鏡頭貼 口碑都非常好 用過絕對都受讚 依照慣例拿著這支影片 去全台的模式密碼 無條件直接打折 好以上就是iPhone 14 Pro Max的勸退開箱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